接下来呢 我看的这个麦子 麦子棘手了 这个麦子请发言 打开你的音频 你好张老师 你好 您听到吗 听到很清楚 我这边是这样子 我心中呢 其实有块大石头 就是我们家是在去年的 六月份吧 就开了一个小工厂 然后去 我丈夫他就想着去 做一些设备 因为其实也是为了养育孩子 想要的把经济扩张 其实最后面就经过去年 半年的这个岛金 还有到今年这个状况 其实可想而知都是不影响的 但是从去年的 经过了半年 我算那个账 到过年的时候 我算其实是亏本状态 我这时候我就提议说 停了不要再做 但是丈夫呢 她可能是出于一个 男人的事业心 我也能理解 但她就想着不放弃 她想着困难总是短胀的 后面就是到现在为止 其实一直都是在一个 很难维持的一个状态下 那我就我就想着说 其实我就多次的想说 让他停止了 不要再不要再做下去了 她一直就想 一直又不愿意放手 其实问他呢 或者是说 看他有什么策略 或者或者是说 你什么办法能够经营下去 其实每一当每当遇到问题 比如说是设备要付攻击款的时候 还有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支出的时候 其实他都没有办法 都是说难听点 都是我在出主意 或者我在解决这些办法 这个我知道 我说出这个话是 不讨天赋喜悦的 有点可能自以为忠心了 但事实就是摆在眼前 就是这么做的 我就觉得在 这个事情在我身心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石头 我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 可以 就是说去那个 能够得到帮助 其实祷告我也有 经常都为他来祷告 这是一种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家孩子也比较多 有六个宝贝 然后我就想着 后面这个 这个孩子 无论是以后他们教育 就我不敢说以后怎样 我知道所有的就是那个 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在神的手中 但面前 眼前现在的这个 这个困境 我觉得真的当怎样子来 有一条出路 就是面 现在要做一个怎样子 比较智慧的决定 我真的很想得到帮助 好的 谢谢麦子姐妹 这个 孩子的教育 你有六个孩子 恭喜你 这个真的生养众多 这个变满前地 治理这地 你是我 真的 我相信在 在我们今天很少 周边人里头 生六个孩子的 不管怎么说 你是有福的 这个要祝福你 第二呢 就是 你也是姓主的 所以你是艺人 这个特别感恩 但是我想说呢 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这个 很可能你先生最需要的 不是别的 是需要跟你一块 来到神的面前 目前呢 你们夫妻俩呢 很显然是没有 在神的法则里面对齐的 比如说啊 他做重大的劫策 他是要跟你来商量的 那我们 比如说我跟我太太啊 这个 也那我们一开始 也不成熟啊 这个也有过 这个磨合期啊 但是最后呢 我们认识到 在主的法则里头呢 就是夫妻俩吧 这个大肆 一定要在一起商量 如果双方都是立登的 就赶紧走 赶快走 是吧 双方都同意 立登啊 赶快走 双方有一方是黄灯的 那就等一等 是吧 有一方 所以我还没想明白 我得祷告啊 这个我得看我的 听我的感动 是吧 那就等一等 如果是有一方是红灯的 那就不要做 那就停了 为啥呢 很简单 就是实际上是夫妻俩啊 一字同意的事啊 亮立登的事 你都做不完 太多事了 现在我们这个业到这个时候 一定的年龄吧 是吧 这个其实都是做减法 不做假法 就是不是要多做很多事 就是尽量少做事啊 尽量少做 一定要做 做在神的心意上 做那均整的事 是吧 那么怎么说这个事 就做在神的心意上 怎么说就做的均整呢 我们先别说那么复杂 那么有夫妻俩的人呢 这个那就是 就是一个保护嘛 有夫妻俩有的是产油门的啊 他就老想干这个干那个 是吧 就像一辆车一样 老想往前跑 那么有一方是产刹车的啊 他说这个事不行 这个事不要干啊 那这是好的 这是保护啊 这个一辆车只有油门 没有刹车 这辆车会出事的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夫妻俩呢 一定要坚持一个 这个一个言者 就是立登就赶紧走啊 黄灯等一等啊 红灯就不做了啊 所以很显然 你们做重大的劫车呢 他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啊 没有征得你的同意 他就做了 是吧 所以呢 你就有很多担忧 很多这个想法在里头啊 那么这个 这件事本身来说的 只是一件事啊 更重要的是 你们夫妻现在还没有行程 就像一辆车一样啊 那一个啊 这个按照神的法则 来做家庭的重大劫车 啊 所以呢 对对你先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他需要更多的认识神啊 是吧 然后呢 这个需要按照神的法则来做家庭的重大劫车 包括做企业啊 投资啊什么的啊 那么回过头来对麦子姐妹 你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你要知道弟兄就是盲撞的啊 弟兄就是经常冲冲冲的 是吧 而且呢 这个姐妹经常是比弟兄聪明的 我可以这么说啊 这个姐妹贵夫人嘛 是吧 这个姐妹有很多 有质感 有第六感啊 这个实际上姐妹很优秀的啊 这个千万别小看姐妹 姐妹天生就很优秀 姐妹看起来柔弱 是吧 其实里边很 里边的这个神给她的很多 是吧 所以弟兄常常 你会发现弟兄忙忙壮壮啊 跌跌壮壮啊 能够冲冲冲啊 可是回过头来呢 神要姐妹胜服弟兄 是吧 胜服弟兄 不是说弟兄对你胜服的 那不叫胜服 他人家对你就该听嘛 是吧 弟兄即便不对呢 你也要顺服他 为啥呢 其实呢 就你要给弟兄成长的机会 是吧 这个哪怕犯错 也要让他给他犯错的机会 这个姐妹考验特别大 特别投资啊 花钱啊 又花这么多钱 可是如果你不给他这种成长的机会 让他甚至犯错失败的机会 这个弟兄永远成长不起来 他经过了一些失败 经过了一些犯错 他才会意识到 哎呦 我以后我吃亏了 是吧 我要更多的跟我的姐妹来商量 我可 我得好好听他的 经过几次之后 他自己愿意回来 愿意跟你来商量 啊 那么这个就是你 你的胜服换来的啊 这个他的成长啊 也是换来的你们之间的对齐 啊 所以对你弟兄来说的其实有一个挑战啊 就是他要更好的来追求神 然后在神的法治里边呢 啊 跟妻子来对齐啊 但是回过头的姐妹呢啊 在弟兄还没有走到这步的时候 你还不能以这个为条件是吧 你不能说要求弟兄先跟主对齐了 然后我再跟你对齐 这个不行了啊 你得这个先来到神的面前 你按照神的神教导你的 你要顺服 顺服先生 是吧 所以你为他祷告啊 然后你顺服他 你也提醒他 跟他说啊 可是他就是不听 还要往前冲啊 你也要给他这个机会 也依然要尊重他啊 直到有一天他可能回来说 哎呀 老婆我错了啊 我对这个不对 我以后要多听你的啊 这就是你修炼到家了啊 所以这个这个很难 这就是胜服的功课啊 这个也是背十字架 是吧 就背自己的十字架 这个我们十字架里面挂了好多东西啊 这其中就是一个啊 所以对麦子姐妹呢 你也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挑战啊 这个核心呢 就是你们还是要来到 慢慢两个人呢 这个是吧 各自的啊 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啊 然后两个人一起来追求神啊 然后在神的里头对齐啊 然后更好的来做你们啊 每一个重大的家庭的劫策